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以前巴黎前掌比较复杂 但是来到中国现在更容易 我觉得很多学生会来到中国学习找工作 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年来到中国找工作 他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地方 泰国现在中国菜的店也比较多 冰糖葫芦 麻辣烫 火锅就特别多 免贴了的话就更方便了 跟中国人会有更多的交流 经济上也会变得更发达 我家乡是在泰国南方 那里也有教汉语的学校 我对汉语感兴趣嘛 觉得挺有意思 从基础开始 学的话就大概小学五年级 不来就来中国了 北京地铁也多 票价便宜 好像去哪都有 中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还有很多有美的青丝 很多大的尝试 发展得很快 我比较喜欢中国的美食 比如说酸菜鱼 还有火锅 因为我很喜欢吃辣的 我觉得汉词很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红楼梦 我们国家对一些国家免签的话 不同国家人之间的一些交流也更加方便 可能会吸引一些就是外企 对我们国家来说 就是可以让别的国家有想法的年轻人 来我们中国 来看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样子 欧洲那边的民众 来到中国亲眼见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样的话能够打破传统固有的一些认知 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 或者是外国有人来中国旅游 感受我们国内的一些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